一名认识该宗禁锢及性侵犯男童案中两名男疑犯的女士Anna Laplank表示 其中一名疑犯Win Allen Cunningham经常打扮成成年女性 而她的声音也可以转变为女生 旁人很难发现她是男性 另外 警方正在追捕另一名47岁的男疑犯David James Laplank 相信两人正在驾驶一辆挂上新斯科涉省车牌的灰色的2003年现代伊兰特房车 车牌号码为FPBR33 有消息指 两人现正藏匿于安省 疑犯David Laplank的家人发出公开呼吁 希望他向警方自首 他的家人还透露 疑犯两人已经同居超过10年 他们还各自面临其他指控 包括制作和散布儿童色情物品 入屋报窃 性侵犯和性骚扰另外两名男童